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因为混双不是一个被瞩目的项目 那个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就算是双打都没有这个项目的 就是没有训练 我们只是刚好去比赛就凑合打 你刚好有去 我刚好有去就去打 可是那个时候教练就觉得 他说我有混双的天分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让我练多一点 在混双那边 所以我才开始慢慢喜欢上 可是一直这样子受训练 你不觉得是辛苦的事情 我现在想回是挺辛苦的 可是我当时都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 就是觉得我父亲想要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那个时候就是训练去的时候 我的身边朋友已经受不了 他们父母看到他们这样觉得他们很辛苦 所以都很多的推出了 退绝了 对 退绝了 我跟比孙孙是典型的那个互比 我就是那种敢冲的人 他就是在后面cover我的人 所以是 所以因为这样的性格 其实在很多细节上有很多冲突 为什么我会觉得planet 因为我会想要冒险 他会觉得我们不要冒险 对 时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但是这不影响你们之间的一个友谊啦 对 因为我们想要赢球 真的 好棒啊 那柳莹那个 你觉得在你生命当中 有哪些人是影响你最大 跟你想要感谢的 第一个男人是我父亲啦 就是因为没有他的话 我不会走上这条路 虽然有点坎坷 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让我成长了很多很多 除了爸爸 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就是我的家人了吧 你就是他们这都是在我跌倒的时候啊 都是扶我起来的那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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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想要我读书 嗯 所以 可是我父亲就很努力的把我摘培成羽毛球食 嗯 打羽毛球的啦 嗯 所以 那时候 部系跟打球我选择去打球 嗯 所以我就很想要 嗯 就不想读书 嗯 所以我要赶快 就是一直skip掉 了解 你是小时候你已經是立志要当一名羽球选手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父亲给我钉下来的 他是特别希望我成为羽毛球国手 所以他给你钉下来 你是跟着他走而已 你自己没有发现说你是热爱还是不热爱 对 其实我真正自己喜欢羽毛球的时候 是17、18岁的时候才开始喜欢 所以你以前打羽毛球只是纯粹因为运动不用读书 没有这么多烦恼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想要送我去运动学校 我去了之后我知道我可以逃离我父亲管辖范围 所以我就去运动去打羽毛球 然后小时候的志愿卡 我都有写羽球国手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父亲要我填的 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父亲这样想你当一个羽球国手 那个年代应该是说我们 我相信你在你出世的年代的时候 我们国家那个汤杯已经有了 一定有了 因为你还很年轻 我就记得我差不多两三岁的时候 我父亲他下班回来 然后他就会开电视 然后就看羽毛球 就会跟我讲很多羽毛球的东西 然后我很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想要成为羽球国手 可是没有机会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羽球国手 他真的这样跟我说过 可是我们 我觉得说你知道羽球 羽球选手在我们国家 尤其是女的 好像我们没有什么看到 这个前景的感觉 只有男的 所以你父亲还是觉得说 还是要栽培你 他的愿望是想我成为羽球国手 至于我是不是很成功的羽球国手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 他特别想要送我去运动学校 就13岁的时候 所以我说那好 我尽量完成他的 心愿 心愿 对 当时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在运动学校那个时候 我是一直包围了 哦 OK 所以运动学校跟那个我们讲的一般的学校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他着重在这个运动方面比较强 也不算是也是有点差别的 上课时间有差别 因为平常学校是七点半嘛 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是九点半 可是我们在上课前我们都会去训练 就是早上六点半就开始训练 练到八点半然后你吃个早 餐洗个早就九点半训练 九点半上课到两点半 然后大巴士去另外一个场地训练 然后练到六点半 然后你又一个补习 然后再到十点 这样子 就生活蛮有规律的 就基本上它是只有读书跟打球 对 可是一直这样子受训练 你不觉得是辛苦的事情 我现在想回是挺辛苦的 可是我当时都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 就是觉得我父亲想要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那个时候就是训练去的时候 我的身边朋友已经受不了 他们父母看到他们这样觉得他们很辛苦 所以都很多的突出了 退绝了 对 那为什么是十七十八岁才发现 说自己很认真的去看待羽球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我一直包围 在读书又不行了 如果运动不行的话就糟糕了是吗 我就想我都一直在包围 反正哎呀我就不用 没有人管我读书嘛 我就先暂时这样 因为我在训练到训练的时候 我是打单打 我是训练的时候才开始慢慢转双打 后来我才开始发觉到 羽毛球打双打也是很有趣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喜欢 有趣是什么 因为有伴吗 不一样 因为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打单打是一个人在场上 完全就比较是很很靠体能啊 然后我就是那种天生就不是运动员的体质 所以我就时常受伤 然后我的力量也不够同龄的人 所以我开始训练4 训练5的时候我开始有打单 然后我开始发觉到我的技术跟我的战术 其实可以弥补我的不足 对 所以我才说原来这样有趣 所以我就开始在这个项目下苦功 然后因为混双不是一个被瞩目的项目 那个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算是双打都没有这个项目的 就是没有训练 我们只是刚好去比赛就凑合打 你刚好有趣我刚好有趣就去打 可是那个时候教练剧员就觉得 他说我有混双的天分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让我练多一点 在混双那边 所以我才开始慢慢喜欢上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规划过的 你就是好吧你这样讲我就做吧 然后发现说只要是可以弥补我不足的这样子的战略也不错 那个时候比较是没有想法的一个人 因为我跟我父亲比较近 所以他就给我那时候想法 他想让我坚持我就坚持 然后我换项目他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我换了项目之后我有成绩 我就开始喜欢上 然后我父亲也没有说有太多的想法 我就说那就继续这样走下去 对 然后跟丙顺的那一场比赛 开始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注目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好像混双是我的一个小宝贝 然后我们慢慢让他长大 到现在这样的成绩 就是以前当人家说起马来西亚混双 没有人知道我们有混双丘雷吗 可是现在我听到有人说 等一下混双有打我想看 就那种感觉我是觉得是特别光荣的 对 有没有觉得说自己现在是明星了 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受注意了吗 我觉得 你是享受这个光环 还是你觉得说这个光环它背后带来的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觉得如果是能有这个光环让能鼓励更多人去打野猫球 我觉得是我还蛮喜欢的 嗯 所以很棒 OK 所以有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自由 老实说那个时候奥运之后 突然间就是爆红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好像我去哪里都会有人资资点点 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不习惯 后来开始一段时间了 开始就没有那么 明智就没有那时常出现了之后 我就觉得那开始慢慢习惯了 可能别人会关注你的羽毛球 躲过于你的私生活 嗯 所以你觉得说大家还是把焦点放在这个羽毛球上面的 对 对 OK 好 在你的这个职场生涯里面 因为我们觉得说身为一个运动 运动员尤其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你可能要接受的这个训练 或者要吃的苦 都是比别人强 而且你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的 那你会觉得说在这个运动的职场生涯里面 最令你难受的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他们 知不知道我的在羽球这个生涯里面 我是动过两次手术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运动 运动员的那个体质 所以我特别容易受伤 所以我就会在想 我觉得我付出很多努力 可是我还达不到就是好像世界第一啊 因为好像奥运也是银牌啊 就是很多是第二 就我觉得好像好像缺了一点什么 在我的运动上 就只差那一点 对 而且然后我还是必须是 动了手术回来之后去克服很多问题 我才有这样的成就 可是我会有一点点 当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辛苦 我走这条路为什么那么辛苦 我想不要再坚持这样的感觉 后来我想想有的必有的是 我在受伤期间我也是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心态 比如呢 好像我在复健期间 我看到球员全部在场上 他们能训练 我不能训练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排世界前八 然后我就突然间我感觉我失去所有东西 我那个时候 以前的我还是有一点点的 就感觉自己钱吧 好像有一点点了不起 后来 我当我站在场外看到他们在训练 而我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是我自己也就是那样罢了 所以我觉得羽毛球可能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可是我就必须要再去 在其他的地方 可以讲我的性格完全是360度转变 就因为那个受伤之后 对对 因为我感觉到我前一阵子我拥有那么多 可是之后我什么都没有 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压力 对 我就觉得原来羽毛球不是我的全部 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一些挫折的话 可能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说 其实这条路你可能就是有想过出路吗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 就好像很多 当然也有很风光的 可是他们是少数 就是说很多的羽毛 就不是羽毛球的运动员 他最后得来的除了荣耀以外 最后他得到的都是一生的伤或者是病 对 其实那个时候动过手术之后 医生有跟我说 你还想要继续打吧 我说继续打吧 我动手术术为了那个2016的奥运 说那你就坚持 其实那个时候我恢复的时间是根本不够 一般上是一年一点半 而我八个月就已经上场了 只是为了追奥运几分 所以那时候当时做得不好 所以造成现在有后遗症 对 就是我觉得你动过手术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100%恢复的 明白 所以可能这个伤就会带你到老了 对 这就是你 可能我们讲的就是 风光的比如他所付出的一个很惨重的 对 就是你也不能去跟别人说 因为第一他是你的对手 明白 你知道了之后 他们就知道怎么去攻你的弱点了这样 了解 所以第二次手术 也就是因为第一次的手术处理的不好 呃不是 第一次手术是双膝 然后第二次手术是手臂 Oh my god 也是因为在打球的时候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球 就我拿粉球 就没有想那么多就甩了过去 然后一打了之后 我就听到 这样 所以我就说完蛋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很痛 只不过我还坚持打完整个比赛还赢了 然后第二天是半决赛 嗯 然后我睡一觉起来 手抬不起来了 就完蛋了 因为觉得世界末日了 我说我才刚刚动完一次手术 不会再来一次手术吧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想 然后觉得 啊 如果再手术 我还要不要继续打 因为 每个运动员 他们会觉得他们最终舞台是奥运 嗯 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是奥运金牌 嗯 可是 我感觉到 呃因为可能年纪越大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自己很难再去 呃实现第二个奥运梦 嗯 所以那时候我有想过退役 嗯 然后我就去 退役对一个运动员来说 是不是一个最痛苦的决定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解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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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 因为你是需要 你还是一个运动员的时候 你会是呃很想 你要有一个很有自律的生活 嗯 就你不能有太多娱乐啊 然后每天就要修复 呃自己的身体要照顾好 嗯 就可能你已经准备好 可是万一第二天你受伤 嗯 所有准备都是 了解 都等于没有 嗯 没有结果的 所以柳莹我可以讲 你的个性其实是一个 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生 然后可能 我的感觉是你应该是 比较不喜欢被约束的 但是因为你的 因为你的这个 呃职业的关系 嗯 你必须是要是一个 很discipline的人 对对 所以 对你来说是痛苦的吗 我 还是说你觉得这个改变是好的 呃 我我可以说有现在的 我是我之前所有的经历 照旧现在的我 嗯 呃我也是常说 其实我是一只被 被羽毛球困着的一个小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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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小鸟一直想要 呃冲出来飞出那个 可是我也在笼子里面 呃就是 呃把我自己练得更好 所以一出去的时候 如果万一出去 遇到什么危险 我都有有有本事自己去解决 对对对 我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什么 就是说我被困死了 还是还是还是 还是满月什么的 我还就是满享受这个成长 嗯嗯 了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呢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 呃聊一聊柳盈的 精彩的这个羽球生涯 还有他精彩的人生的故事 我可以帮我再来 我可以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上海名人坊 今天呢我们有吴柳莹 太开心了 所以柳莹你刚才说 我在想那样 你觉得说我们刚才讲 最可能最不开心或者是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受伤这件事情嘛 但受伤反而让你看到说 所有东西真的 你所拥有的真的不代表是永恒的 都是短暂的 所以这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 对 对就是我才一开始觉得 羽毛球不是我的全部 所以我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辅助 那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 不打羽球的话你要做什么 其实之前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跟他们说 我父母亲好像是想要我做运动老师跟那个博士 然后他们说那你自己呢 我说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想法 真的 因为我比较是那种顺其自然 就是我觉得那种时机到了 或是到我该决定的时候 我会知道我该走哪一条路 就比如可能现在这样 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受伤的话 我就可能就不会想要成立一个软件公司 就是现在我跟我弟弟有一个软件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成立差不多一年多 所以现在算是为我退役之后不后路 哦 ok 所以你觉得说身为一个运动员 要转站这个职场 你自己对你未来的一个 我说的把握 或者是说你对未来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如果你说把握的话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因为对我来讲 我的十多年我只接触了羽毛球 然后我也没有尝试去学如何做生意 然后还有很多啦 我现在有的这个想法之后 我常是踏出那个羽毛球圈子 然后看一下认识多点人 身边朋友的 接触一些不一样领域的人 听他们说一些故事 我觉得还我还蛮喜欢的 嗯 所以我现在开了这个公司 然后再用了一些自己的优势 帮助这个公司成长 对 你刚才说到优势吗 因为你有知名度了 就很多人都来就是希望接近你 你觉得 哈哈哈哈 这个我觉得还好吧 我们马来西亚真的很多人喜欢羽毛球 然后他们觉得你刚开了公司 我帮你一把把这样之类的 我确实是有这样的贵人 你反而觉得很多贵人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还我还真的蛮感谢的 因为你公司刚成立 然后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摸索 嗯 我们不知道对错 所以他们会给一些意见 嗯 对这样 所以还不错哦 就是满改恩人情 至少都是来帮助你的人 对对对对 而不是想来害你的人 或者是占你便宜的人 对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OK 那因为你这么年轻 像你刚才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全公司的人都想说 那个柳莹还是单身吗 因为大家觉得说 柳莹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女神没有啦 谈谈爱情吧柳莹 因为你一直都是在 因为你刚才讲打球 对 你们生活上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接触其他人 接触其他人 因为你看我们像我们训练 早上下午 然后week day的时候 就只有晚上会比较冷空 可是有的时候你实在 下午练得太累了 我说哎呀不要烦我 我就直接叫一个 delivery 我吃了我就想要休息 我哪里我都不想去 就时常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打比赛 差不多一年二十三 基本上一站一星期 一年半年都在外国 所以我接触的圈子都是 羽毛球 对 如果你不跟羽毛球员 有产生这个爱情的话 应该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吧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都是因为 partner是因为这个打球的时候 认识的 是是是是 所以你自己呢 你有想过自己的另一半会是一个球员 还是说你抗拒你的另外一半是球员 我是想要不要赛羽毛球了 嗯 不要不要是运动员吧 我觉得因为可能我已经过了这样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知道很多运动员的想法 嗯 我也不是想说什么了 我就觉得可能运动员的想法会有一点点的不够成熟 嗯 可能我比较老成 哈哈哈 我会想就比较远 嗯 嗯 可是如果是好像我觉得生意人啊这样的 或是不同领域的 你比较喜欢成熟的人 对对对我比较喜欢成熟的 就你希望被被人照顾呵护的感觉 我比较比较理智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有想法的女生 然后我就是可能会希望有一个人他能听我的意见 甚至是带领我走出不一样的领域 我会比较欣赏这样的男生 对对对 所以我们啊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哈哈哈 如果是你比较有想法的 欢迎你可以跟柳云来交流一下 哈哈哈 有想法女生都是比较有魅力的 呃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他们就说哎呀 你说不好听就说太强势了 嗯 然后说好听也就是说有性格 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都会说 哎呦你不要太强势了啦 没有男生要你也不敢要你了啦 就他们都会这样开玩笑的说 对 所以今天的访问我想可能有一件事 也要请柳云来讲一讲的 就是说说到这个爱情的时候 那因为柳云最近被关注的不是这个 这个羽毛球而是这个感情的一个纠纷 那我想知道的是说 在这个事件上面对你的一个伤害 因为你知道网路上面的东西 你一直都是可能大家的心目中 我们讲的就是女神嘛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 大家可能网路报名就是这样子 大家没有在搞清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讲的原理上面的暴力 你当时候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当时我反而没有 因为我知道那个事情是不真实的 所以他们也只能说 最后我能证明我自己 所以我就不太怕 我反而担心的是我名义受损 而影响到我的赞助 因为当时我们职业运动员 最重要的是赞助商 所以如果他们因为这样而撤离的话 对我来讲 我很难完成我的奥运梦 那个时候对我最大的关注是这个 那脱离国家队呢 你会不会觉得说 好像失去了一个靠山 我在国家队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会觉得 我离开了我的家 可是 这个决定是你跟秉顺一起商讨的决定 是 我跟秉顺商讨的一个决定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你觉得说 可能方向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目标可能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讨论 很差不多有半年 所以最后决定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还好 可是对秉顺来说是比较冒险的 因为秉顺他还有家庭 我们出了国家队 就等于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就等于从零开始 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刚好谈好了两个赞助商 觉得至少能够支付我们的费用 生活费用 然后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出国家队吧 因为在里面太多限制跟一些 就跟我们的想法有冲突 明白 如果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我们发挥不了自己 所以你们觉得说 你们出来之后 出来之后真的是更好的 现在来的时候 但是全部要靠自己 对 是辛苦一点 可是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老实说我觉得秉顺还因为这个事情而 更成熟了一点 对 OK 因为可能要自己 对对对 就以前可能还在国家队的时候 还是有点是被照顾的那一个 然后出来的时候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 而我是想的比较远的 我还没出之前我就想了 也这一步这一步这一步 他们都说男生可能是比较 比较没那么快成熟 是 秉顺的两次对恋 第一次是他结婚之后 第二次是他出国家队 之后 我那个时候看的挺明显的 对 所以你跟秉顺的这个搭 因为我们看起来都是 哇 金铜绿尼 当然这个 他金铜绿尼好像形容是那个 爱情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 这两个人是很协调的 很搭的 可是在你刚才的讲述里面 就是说你个人 你个性是那种很强势的 很有组见的 但秉顺他是可能有一点点的 就是比较顺从型的 对 表面上看到是这样的 对 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搭配 你刚才没有人问过你们这个问题 你们是 每个人就是说 不管跟家人还是会有些矛盾吗 你跟秉顺之间的最大的矛盾 有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们不会跟他们说 他都看得好好 对 我们不会说就是 因为我们不能让人家看到我们有问题 如果是对手看到的话 是有 能攻 心态的 有问题的话 怎么去 在这个球场上面 你们的默契什么各方面 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 如果你让我来形容的话 我可以说是像老夫老妻 因为我刚配的时候 我们还很年轻 所以 哎 你生气啊 那我就不打了 就这样走掉 都有发生过 甚至是 反正这一场就是他的错 我没有错 都有 那时候教练会成为第三者 让我们去 去协调 对 就当我们开始达到有名气的时候 就 我就觉得我做得比较好 他会觉得他做得比较好 所以 也是会有一点这样的问题 然后教练就会开始跟我们说 其实你们的赢是因为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都做好自己的本分 并不是说谁好 所以 那个时候教练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带我们到一个对的方向 明白 然后后来 经过很多事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觉得 我们 其实我想赢 你也想赢 只不过是可能我们赢的方法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用Plan A 他会觉得用Plan B 对我们会因为这些而吵架 有时候更夸张的是教练进来 他会给Plan C 所以 所以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在羽毛球里面是没有对错 没有一个有最好的一个战术 只有最适当的 所以 我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达成一致说 先用我的Plan A 不行我们再用Plan B 明白 对我们真的是这个方面 真的是沟通到很好 从你们从以前开始到这个 对 你看 你看说你好像看到 你看到丙顺的一个成长 一个演变 真的好像一个家长这样子 然后你们两个人的配合 是一直不断的磨合 而不是因为可能有摩擦 而选择分到阳镖 这个也是因为在马来西亚混双 是比较少球员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要分就分 因为我们都是想要打好成绩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对方是我们 最佳拍档 我跟敏顺是典型的那个互补 我就是那种敢冲的人 他就是在后面 Cover我的人 明白 对 所以是 所以因为这样的性格 其实在很多细节上有很多冲突 为什么我会觉得Plan A 因为我会想要冒险 他会觉得我们不要冒险 对实际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但是这不影响你们之间的一个友谊啦 契机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 因为运动员如果你再增长一岁 就表示说你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就 对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是比较那种鸡来自责安征的那种 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可能我再稍微改变一下我的战术 或者是我的体能那些方面 我就尽量不要落下太多 至少我还有跟他们争的能力 因为在打大比赛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心态 反而个人的问题就不会显得那么明显 基本上大比赛都是这样 了解 世界锦标赛啊 奥运会啊 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态 自己不要因为年纪大而心虚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解 你刚才也有讲 就是千万不可以给对手 知道你们之间的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可能不合 或者是哪里 他们会用这种战术 心理战术 会去攻击你们 会 这心理战术我们其实很常见 就是如果我知道 你是那种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我会搞一些小动作 就是明知道 我就是知道界外了 然后我还会假假去 去规一个动作 然后看着你这样 然后让你生气 当你一生气了之后 基本上你是打不好的 打不好的 这个也是你们球员要学的吗 也没有啦 还是马来西亚球员不会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比较单纯的 没有啊 是吗 我们也是会用战术的 其实你也不能说他错啊 因为我也是其中我的一个战术啊 可能有时候很多人不会选择用这种方法 是因为我还觉得对自己形象不好 了解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你们除了球技上面 你们其实你的对手全部你都要去做功课 了解他的 个性 不是他的球艺哦 除了球艺以外 个性 对 我们就是都会做get analysis之后 然后我一直 因为我们都是老对手 比赛都是常见的那几个 所以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甚至会知道 他们闹矛盾什么什么之类 我们都会知道 嗯 哇 嗯 哇 这个好像宫廷记 哈哈哈哈 不过没那么夸张啦 因为当你要成为职业选手 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态控制好 嗯 你才有资格成为最顶尖的选手 是 那柳莹那个 你觉得在你生命当中 有哪些人是 影响你最大 给你想要感谢的 第一个答案是我父亲啦 就是因为没有他的话 我不会走上这条路 虽然有点坎坷 可是我觉得这过程 让我成长了很多很多 到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 我之前想要让你成为 国家选手 可是现在我看你错了国家队 我都不知道我当时的决定 是对还是错 嗯 其实我想说 你的决定没有错 就是 大家都觉得你们只要离开国家队 可能好像 嗯 这条路不在哪再走 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就 这一次 这一次冷静奥运的话 呃 我就想 就是跟我父亲讲 你之前给我走的路是对的 就我还会 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证明 嗯 这样了解 所以奥运奥运如果 奥运会不会是你最后一场的比赛 嗯 还是你还没有做打算 我是还没有做打算 可是暂时我的短目标是这个奥运 奥运之后就再 再说吧 再说吧 如果我的身体有能力打的话 或者是如果我没有 另一半 等等 结婚的话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我同龄呢 很多女生都是因为 选择要结婚家庭 而就不打了 嗯 所以我 如果是我还是单身的情况的话 我可能还会继续打吧 那你会为爱吗 会为爱 然后就 放弃你的这个 理想吗 嗯 虽然这个理想是你爸爸帮你安排的 梦想 如果是完成我的奥运之后 可能我会 你也想找一个 定下来 因为我一直在在漂泊 一段时间太长了 我十几年了 我想定下来 因为一直都是我 我一个人在在在扛了 所以就觉得我想 我想可能想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想再奔波 明白 OK 好 那我们真的希望 你遇到 找到你的这个幸福 好不好 好 那因为 我们大家都 就我觉得说 马来西亚人都很爱你了 就希望 就看到柳云好的 所以可能你 那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 大家是心痛 以为是真的 就觉得 啊 这个柳云会不会被骗 还是怎么样 大家都很心痛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柳云 在接下来的 不管是在奥运 或者是在这个 爱情上面 我们讲的 事业情场皆得意 OK 除了爸爸呢 除了爸爸 我觉得 其实接下来 就是我的家人了吧 嗯 就是他们这都是 在我 跌倒的时候啊 都是扶我 起来的那一个 嗯 好像我上次 其实我手术 我是自己一个人 去德国动的手术 嗯 那时候 为什么不让人家 陪你去呢 我 我动的时候 有我的 物理治疗师 他陪我去 然后第二天 他就回去了 因为是 费用不允许 嗯 所以只能允许我一个人 因为当时 都是国家付费的 嗯 所以是没有人陪我的 那时候我父母亲 他从来没有自己出国过 也没有自己转过机 都是我们带着他的 那时候 因为我生日 我在德国 所以他们就 他特地 特地去 然后我还 他们电话还没有开达到 我很怕他们不会转机 你知道吗 然后我是特地去机场接他们 我很怕他们没有出来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很很感动 就是说 是他们 就是 我父母亲为了 其实为了我 他们也是会愿意做 很大的改变 也是一直默默扶着我 到我现在这样 真的很不容易 你知道老人家 虽然肯定父母是很老 可是你要去这么远的国家 至少是十多个小时 他们从来没有 而且完全很陌生 对 我很担心 然后一直在教他们 怎么做 我其实想不让他们过来 他说 不要 不要 你一个人在那边动手术 然后又是你的生日 这样 哇 好棒好棒 所以家人永远都是 我们的这个 最温暖的这个港湾 所以今天真的要 谢谢柳莹来 谢谢 谢谢柳莹接受我们的访问 真的 真心的祝福你 然后可以展翅高飞 飞得更高更远 往你的梦想去前进 好谢谢 OK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再见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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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